農友可能一開始會對我們 沒有那麼相信 他們都會覺得就是 學理沒辦法影響到田間食物 從懷疑到信任 是李宗翰身為植物醫師的 最大挑戰 我們後來就是去了它園區幾次之後 它就會對我們就是比較信任 然後也覺得以後有問題可以找我們 白湯那些問題比較少 主要都是這種問題 真的很多 來現場看 覺得還比較嚴重 對啊 竹醫師走進田間為作物診斷 因為有40年務農經驗的農民 也有解決不了的問題 一種問題我當然要馬上找他 他說本來就找他來看看這一區的問題點 那我們是不是要怎麼找對策 那今天最主要是因為林阿哥反映 就是出稅的這個稻稅 對 上面會有一些我們說黑鉗 其實就是有一些發霉 對 那這個其實有些細菌性的病害 對我們就會告訴林阿哥提醒 其實我們要用的藥都已經用了 其他就是要靠一些耕作技術 或是透過一些園區管理去降低 我們不要一直去仰賴藥劑 但像林俊明這樣 願意相信植物醫師的資深農民 其實並不多 他說你年輕人你怎麼會比我還懂 我已經種田種了幾十年了對不對 其實他錯了幾十年了 你知道台灣現在農藥問題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沒有對症下藥 本來是一支藥就可以解決 你現在去林阿哥他給你五支藥 你就會用這五支藥去做 然後你知道農民的習慣 我們甚至就跟他講 其他這四支藥不需要 他也不願意拿掉 因為他已經變成習慣了 改變習慣是最困難的 要讓農民正確且精準的使用農藥 降低農藥使用量 確保作物與環境安全 是植物醫師的挑戰 也是職責 因為照顧作物照顧土地 就是照顧所有人 你種一塊田你不去看醫生誰受苦 你去想不是農民 因為那不是農民自己吃的 他是賣給消費者的 而對症下藥 農藥不是唯一的處方 我們就是希望透過監測的方式 去掌握一個比較好的防治時機 這間胡瓜溫室 是林中漢和倫貝瓜農李茲豪的試驗場域 園區裡的害蟲 就是他們的監測目標 營業粉絲 它自己刺吸的話 其實是會導致一些植物的生長異常 但是它自己吸其實不是最可怕的 它最可怕的是 它還扮演了傳播病毒的角色 檢測害蟲數量 透過耕作管理技術進行改善 農藥精準使用不濫用 政府從2017年喊出農藥減半的口號 總算在植物醫師身上看見希望 他們在學術上是比較專業 就是說有去研究過 比較精細就是蟲是什麼來的 還是說菌是什麼來的 阻止它再繼續發生的話 就是最後手段是用農藥 不然的話一開始就是用環境的方式 去把那個病床還降低 管理代替完全的殲滅式的房子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做管理呢 因為我們有幫它算成本 所以我們希望它每一分每一塊錢 都用在刀口上 其實不管是有一些害蟲的監測啊 或是有一些可以做好的耕作管理的技術啊 移除病株或是控制航株距 這些其實都是我們想要導入在絲毫的園區 那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是發現 它的用在農藥上 或是所謂的殺蟲殺菌劑的成本上 其實是有下降的 李宗翰光在雲林 一年就可處理300多件個案 其中有3到4成都是新接觸的農友 植物醫師的影響力逐漸擴散 但如此關鍵的角色 過去卻未受重視 因為植物醫師法倡議推動已經十多年 卻因醫師這兩個字遭受醫界反彈 遲遲未能立法成功 直到2024年7月15日 學界退讓改名後的植物診療施法 終於三讀通過 未來只要正式休息植物診療 植物醫學相關課程就可參加考試 通過考試領取證照者便可執行 植物診斷開令處方間等工作 預計最快2025年 招考首批植物診療師300人 以台灣300多個象徵來講 至少目前每個象徵要有一個之一 這個專業領域呢 長久以來就被比較被低估 被忽略了 那相坦白一點 我們其實是要回覆 他原來應該有的專業的認可 未來300衛生力軍 加上像是李宗翰 這群已經下鄉輔導農民的100多位 儲備植物醫師 他們將在各農會 公所 農事所 站上農業第一線 植物醫生他不是本地人 那我們農會是在地的 農友他會透過農會這個機構 他來認識植物醫生 植物醫生他們是很專業的 所以他們是在補足我們這個不專業的部分 剝 它那個樹皮 就有一點 空 空空的 然後我去剝開 裡面就是那個黑色那種小龜 有點像是這樣子 有點像技術 對 農友們把握機會問問題 謝嘉明是台大總院的植物醫師 每兩週會到三支農會住點一天 有些問題靠照片能初步釐清 但多數時候 謝嘉明還是得親自走一趟 他在骨 給他骨 他骨症一半一半都會滿意的 我們等一下可以坐在那裡看看 就是天氣太熱了 讓黑碎菌沒辦法跟角白筍共生得很好 那他就會開花 所以因為他通常都是綜合因素 所以就會跟他說有哪一些可能 那我們可以透過哪一些方法 先做改善 不只為焦白孫整治 農民種的香蕉和芭蕉 也曾是謝嘉明的病人 說有些蟲比較小 那他可以透過放它進去 確認說它是什麼蟲 黃葉病 橡皮蟲 過去香蕉 芭蕉 傷痕累累 但在聽取謝嘉明的建議後 大有起色 如果只是田間的經驗可以解決的話 那基本上其實就不需要學理這件事情 但很顯然就是包括氣候 或是現在一些新興的病重害起來 其實就更需要學理這些背景 去協助這一塊 我們要做的事情是要潛移默化 去改變他們這個 改變農民 改變農曜航 改變消費者 我覺得植物醫生很像小小的螺絲 在社會上小小的螺絲 它其實就是在農業這塊裡面 我覺得是可以幫助農業加值的一個方法 我一直都覺得做這個角色 最重要的不僅只是我們要傳遞知識 重點是你傳遞的知識要有人願意聽 那才會有改變的可能 他們是農業改革的先行者 走進田間的植物醫師 整隻植物照養土地 更看顧生活於此的我和你